這輛車友跟我講說 我要是紐 我不知道要環島幾片的 那我好像就要環島 那我可能每個禮拜都要環島 這輛引擎跟JAMIN你算是同一顆啦 想必它一定是也很耐操啊 我一年會去美容加鍍膜一次 想說再跟鍍膜 各位公眾大家好 我是小七 現在網路這麼發達 我相信大家購車錢呢 一定會上網Google一下 載車相關的資訊 甚至呢也有很多車主 或者是購車錢做功課的時候 都會加入不同的汽車的社團 那這些社團呢 我本身也加入了一、兩百個 所以對於社團裡面呢 能夠提供的資訊 我想我是非常的明瞭 那社團裡面呢 也提供了非常多 我們使用的購車資訊 以及用車經驗的分享 那大家也都知道呢 我們7Cart旗下有一個商用車 專業的網站叫做商車王 那這一次呢 我就要去拜訪社團 一個SUZUKI CARRY的社團 我邀請他們三位 分別在北、中、南的成員 他們呢都是CARRY的車主 一起來請他們分享一下 他們實際上使用SUZUKI CARRY 這一台小貨車的一些心得 來和大家分享 為什麼會選擇這一台SUZUKI CARRY呢 因為那時候我開舊款的 中華的1200cc的貨車 以前的小貨車放木工的板子的時候 都要放寫的 其實這樣的話上高速光路是違法的 可是我又不想在市區開三噸半的車 所以那時候一直在等 有一台小貨車可以在 大概243公分以上的貨台 之後就看看剛好這台它出了 然後它放木板4X8的 它是可以整個放平 然後我們去進貨的時候 最高機直接過來 直接放下去 然後貨斗蓋起來 就結束了 所以你也是因為行業的關係 剛業別的關係 剛好這一台是業界貨斗最寬的 對 所以貨床是你買這台車最大的原因 除此之外的沒有人買車 只有一個原因了 還有哪一點是你覺得說 這台車當初第一眼看就是要塌的 室內空間 我那時候有看林立 然後穩發 看了這兩台 後來看看看到這台發現它的空間 我就帶我老婆去看 然後我老婆說 就這台這台空間相當的不錯 裡面的空間夠大夠高不壓迫 一樣都是輕型商用車 Herry的車廂的空間 到底跟其他的小貨車 有哪一些負擇 其實這台車它原本在印尼 我覺得它應該是三人座 台灣法規縣市變兩個人 所以它的副駕的椅子有這麼寬 它的空間夠大的話 有時候我們在車上真的要休息 真的很躺都可以 這其他的小貨車辦不到 而且椅子 兩張椅子中間沒有排躺桿 對 它排躺桿在前面的 我這台車上有放個枕頭 就把枕頭塞在手刹車的地方 有時候躺著就休息 還有一個重點 我開過這麼多貨車 Town S001.5的 還有Carry 還有穩發 我發現它的齒比配的最好 在重方面呢 你平常大概都載多重 我平常的話 只載一些工具 大概載一兩百 不過有時候 在工廠預製好的家具 會載到那個裝潢現場 然後這時候就會載的 比較高比較大 不一定重 可是我們的家具是長跟寬 所以它的空間 反而是比較好 重量反而不是問題 重點是貨台的大小 因為有時候做 兩百四 兩百五十公分的 我們放個斗 不要上高架 台北市的百貨公司 附近就到了 也是安全的 不過這台車 說真的它的檔位很清楚 很好打檔 容錯率也蠻高的 沒有自排 我覺得是個缺點 真的是真的 走排之外呢 還有哪一點你覺得比較遺憾 我那時候跟我老婆去看車的時候 然後門一打開 看得有那個手垢耶 我老婆說民國幾年 怎麼還要這種東西 他們有個配套方案 可以把門窗改成電動窗 彭大因為你木工是你的專業 聽說美工也是 所以你們的足貼都是你設計的 還有那個版主的老婆 所以還是以另外一個車友的老婆為準 然後我們是做一些車房補助的 車友想貼 我們幫他設計一些東西 讓車友貼這樣 但你現在的本業其實是這個木工 對 木工現在是你的專業 對 我剛看你的車子的時候 上面發揮了不少專業 我幫這台車做了一個中央扶手 因為這台車中間其實還蠻空的 在開車的時候 例如說他打檔就是這樣打 他不是像平常是在中間 他變成這樣打 變成說手是扶在半空中的 然後我那時候就想說 我要做一個中央扶手 要可以收折 不可以鎖任何螺絲 因為我後面板機已經很薄 再鎖下去就通到後面去了 我不鎖任何螺絲 然後拆裝方便 然後我自己使用方便 然後可以放方形的飲料 這很重要 對 因為台灣很多利樂包是方的 它只有 架子座這邊有一個圓形的自杯架 那例如說你要買純吃茶那一類的 你就沒辦法放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扶手 那時候知道給自己用 然後我就分享到網路上 就有那個車友敲碗 就一個兩個三個四個慢慢做 然後越做越做到現在 該不會現在赴夜市 在每天晚上在盯扶手 有時候真的牽太久的時候 我就會跟網友講 抱歉我你再等我一下 因為主業重要 我跟車友講你可以加一 可是我不收訂金 到時候有貨我會跟你講 你不要也沒關係 我看到除了說 你車上的這個扶手之外 你們車友是不是還有鐵工 有有有 Carrie有一個賴群 然後裡面大概有四百多個人 剛會問說有沒有鐵工的原因是 我看你車上這個 還有很多不少自己燒的東西 剛好有車友是鐵工 然後他跟我買車的時候 剛好就是跟我在同一個經銷商 然後就認識了 原本一直想要在旁邊做個護欄 然後我就自己設計 然後請他幫我燒 講到這個Carrie有一點就是 你在坊間的經銷商保養的時候 他們頂車會頂在輪胎的正後方 變成說他是頂在那個地方 你要做一些延伸的話 你要閃開那個 他頂車的地方 頂車點 所以說我們前面 才會又做一個內縮 這樣做起來整體感是還蠻好 你的娛樂生活講一下吧 其實那天是跟我老婆吵架了 我老婆把我趕出門 我只帶了皮包跟車鑰匙 我死不死 我只拿到貨車的鑰匙 我沒有拿到轎車的 然後我就開著貨車上路 我想說 請載原地車冷氣還不如 不然就走走逛逛吧 他說半夜12點 然後我就往北一路開 然後就到了宜蘭 到了宜蘭 那就繼續開往花蓮 然後後來就 不小心就繞了一圈 然後中間我會跟群友講說 我跟我老婆吵架 我要去三三星 我要環島 現在到哪裡 就我車友跟我講說 我要是你 我不知道要環島幾片的 跟老婆吵架叫要環島 那我可能每個禮拜都要環島 我說跟老婆吵架只是個藉口 剛好也想要 把它開長途試試看 因為那時候還沒有開過這麼遠 不過原廠的椅墊 倒是可以再改進一下 它的椅墊也是比較偏硬 所以我看你自己有加強了一下 對對對 那時候開到花蓮就已經很受不了了 對 它畢竟那個 90度啦 對 就是沒有拿到轎車的鑰匙 所以就開著它環島 但它還是環島了啦 它還滿省油的 它基本上往那時候在東部 只要你硬速的話 它其實運用生真的可以跑到134 真的是很省油的一台車 對 真的滿厲害的 可是它時速超過100以後 轉速率拉高就比較耗油 不過它在東部的時候 都六七十開它真的很省油 那你平常會帶小孩子出去玩嗎 平常會啊 會帶小孩子出去玩 開著貨車載他們去西邊玩 一樣在車上搭一個帳篷 說真的沒有什麼專業的露營設備 不過那種感覺就是 很簡單你知道 我們有什麼玩什麼 最接近大自然的 出發前來幫我買個五肉飯 後面就坐在後面 然後我還有那個工地用的吃飯桌 就都擺在後面 他們好開心喔 那你平常會不會想出門就想說 那就開這個貨車好了 反正他有開 還有一點 它的迴轉半徑跟March差不多 它的迴轉半徑也是個優點 那時候買這台車 然後一彎就過 我就覺得這好棒喔 在市區就溜掉了 喔 金屬加工業怎麼會買這麼小的車子 其實我們還有三頓半 因為小車它比較好鑽啦 有時候我們要走一些巷子 小車比較方便 那平常你都再多重 平均大概是500到700啦 最重大概900內 如果真的太重的話 我們就會換大海的車 那平常在這個比較短程 或者是送貨的話 就是開這台 就是開Carry 除了上班開 平常也會開嗎 我平常也會開啊 因為我覺得它 蠻好開的啦 有時候放假也會開著它 去跑跑山 那你當初為什麼會鎖定 就是要買Suzuki的Carry 因為那時候在路上看到啊 一眼看到就覺得這台車 很好看 外型很漂亮 很有日式的風格 再來它是駕駛座比較寬敞 讓我一巴山坐上去 完全不會有要貨桿 然後它的排行桿在方向盤旁邊 也很順手 一般的小發財 你坐進去應該看不到路 就是你就是要這樣子彎啦 稍微要駝背這樣子 很擠啦 排行桿是在駝背旁邊嘛 所以你會整個就很窄很擠 所以Carry它的動線又比較好啊 你覺得哪一些地方 是你覺得說最棒的地方 因為我會跑山路嘛 快速轉彎的時候 它給我的回饋很不錯 但是你要說跑山路的時候 它的這個車身穩定系統 其實設計點還不錯 還不錯 就是會有點那種小拍魚 但是完全不會有害怕的感覺 就是它要迅速把我們恢復到正常 然後再加速再衝 那你看來對這顆引擎也是很滿意喔 這顆引擎跟GEMANY算是同一顆啦 想必它一定是也很耐潮啊 那用到現在2萬多公里了 有沒有什麼大小問題 目前基本上是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使用上都是正常 投上率算不錯啦 那油耗呢 不太好油蠻省的 除此之外呢 有沒有什麼可以跟大家分享 這台車的一些事情 其實這台車它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的空間大 像我上一台是威力嘛 主要是載棧板貨 但是載一板就差不多了 黑率的話它可以載到兩板 所以你買這台車 有一部分原因 也是因為貨床比較大 對貨床比較大 那像你們這種貨 都是直接用 一口啊 一口啊 對 用棧板這樣子 比較方便又快速啦 但是有時候也會拆散的啦 看狀況 那你應該在這2萬多公里的這個當中 應該回廠很多次了 蠻多次的 因為我5千就保養了 因為我們的發財車 它轉速比較高 所以我是早點換油啦 然後我都是自備機油 回原廠保養 其實原廠沒有很貴啦 大概2千 有找啦 如果說換機油 差速機油 變速箱油 這個大概也是2千多而已 其實還好 所以保養算經濟啦 算還可以 特別如果以進口車來說 應該OK啦 對OK 我看你這個車有一些小巧思喔 其實也沒有什麼強化啦 我就只是 視覺上貼個貼紙而已 感覺不一樣啦 像我就是把他的S用成黑色啦 欸 看起來蠻好看的 對啊 就是這樣子 感覺那樣液體的 旁邊就貼個貼紙這樣子 看起來 蠻日系的風格啦 對啊 我是比較喜歡日式的這樣 所以自成是泥座的同胞業者 所以這一台車平常就是在跑工地用的 對 就跑工地用 車這樣子這麼乾淨跑工地喔 就每個禮拜不管有沒有下雨 就洗一次這樣 唉唷 很少貨車會洗的喔 你平常也都開這個代步是不是 沒有 上班的時候開 但是工作用車也儘量把它弄帥一點 對 開起來比較舒服 像你們泥座的話 怎麼會在意貨台大小的 我之前是開 小麵包車 那威力 1,0001.2威力 那有一次就是退廠的時候 我還有一件 2米乘以3米的 點焊鋼絲網 載不下 所以只好來看小發財那種貨車 為什麼最後選擇Carry呢 因為它的貨床 確實有比人家有什麼過為名之處嗎 比較大 但是同級車最大 所以你載什麼東西剛好可以載下去 4x8的木星板 那個都沒問題 那再來空間大呢 它是兩人座 但是可以說它是疲美三噸半 中間還有一個位置可以坐 那這樣的大空間 有沒有在你工作上帶來什麼好處 就開起來比較舒服 沒有壓迫感 你平常工地都是範圍在哪裡 都在台中彰化居多 那這台車也是除了短程之外 也會跑比較長的距離嗎 我有跑到北部去找過蓬大 去屏東 人都開過 我知道啊 那是三樣的喔 開起來還算金屬時說累也還好 因為空間大 對 這個車除了優點之外 你有沒有覺得有哪一些可以改進的地方 會更可以改進的地方 目前來說它就是比較陽春 但是就是沒什麼毛病 所以比較陽春對你來講不是太大的問題 不是太大的問題 因為反正你這個就是貨車嘛 對 就是定位在工作開 那如果要說有缺點的話 因為我駕駛習慣可能沒有像別人那麼好 煞車是真的比較需要加強 煞車比較軟 對 如果有載火 頭前剛好又激動的時候 我們的反應的距離會太短 所以這個要開的時候要留意一下 那你平常都載多重 平常大概都兩到三百公斤 那也沒有很重 對 大部分都載什麼 載一些工具而已 我們工地會用的手工具 它是特殊工具這樣 大概都載一些工具 對 但是還是這種車比較好用 對 進退廠可能會有多餘的料 或者是廢料 然後我的工具材料需要拖走 這個車你跑幾萬公里了 六萬七 六萬七你算跑最多的 你們社團裡面有沒有人跑更多的 有超過二十萬的 二十萬喔 對 它有沒有反應有什麼毛病 沒有就正常保養這樣 那你的咧 我也是正常保養 還有加改裝 那你這台車很特殊 小貨車很少看到人家黑色的 為什麼當初會選黑色 因為它出黑白銀 銀色它老款 白色不好顧 結果我買到黑色最酷的 但我看你的車很乾淨 剛好就是要上節目 也時間到了 我一年會去美容加鍍膜一次 小貨車還在鍍膜 因為我不想要把很多時間 花在洗車顧車上面 是 那你當初在扣車的時候 車價沒有什麼樣的考量 車價49萬9 然後我有加電動窗 然後一些原廠送的東西 那你用到現在兩三年的時間了 應該用起來口碑還算滿意吧 可以 那會不會推薦大家來加入你們 當然啊 智成你這台車改的東西好像很多 跟我們分享一下好不好 那這一台車大概就是大燈 就GTR漁業 它可以做驗車模組切換 然後序列式方向燈 電位方向燈 然後霧燈 那底盤的部分 大約就是鋁圈卡鉗避震器 然後還有氣壓系統 氣壓啊 我沒有裝到氣壓避震 打氣用的 那是打氣用的 那室內的話就是扶手 然後久之揚聲器 然後還有一個木座平台 側身側面就是鐵箱工具箱 延長的電池架取消 藏到工具箱裡面 然後順便可以放工具 那車尾的部分就是 我自己印尼代購買電燈回來改 改個雙出排氣管 看起來這台車改的是滿個性化的 然後還有後軸降軸套件 所以你有降車身 降車身還能再重嗎 可以 可以沒有問題 看起來改的東西也滿多的 對 這一次我們的特別企劃呢 非常難得的 在Suzuki Carry的社團裡面 分別請到了北中南三位 不同的車主 那這三位不同的車主呢 他們的愛車分別是 剛好Carry販賣的三種車色 包含了銀色 白色以及黑色 如果想選購這台車的話 大家也可以看一看實車 來做車色的參考 那剛好這三位車主呢 他們也都分別來自不同的行業 所以這一集呢 他們的分享 我想這個可讀性呢 還有參考性呢 不需多言啦 這真的是非常的有參考價值 那其實呢 我在還沒有來訪之前呢 我一直覺得說 三用車的車主應該是很忙啦 很難約得到 但是這一次採訪之後才知道 原來三用車的車主 是相當活潑的 也相當的直接 大家都非常樂意 分享他們用車的心得 給其他還沒有買的車友 那我想呢大家就可以 盡量來參考啦 最後呢我總結一下 三位車主分享 他們開SWUKI Carry這台車 主要他們覺得很棒的地方 這台車呢 從1976年上市以來呢 行銷全球145國 已經販售出200萬台以上 所以在輕型商用車市場呢 可以說是一個相當成功的 全球化的車款 那在同級車裡面呢 它也是唯一一台原裝進口 進口車身份的車款 這一些特點呢 都讓車主非常的肯定 當然它的載重 還有它的貨台 也都相當的大 以貨台來說的話 它的貨台尺寸呢 2565x1660mm 所以以車主的分享來說的話 這台車可以上兩塊佔板喔 同時呢4×8的木星版呢 也可以很輕鬆的放入喔 這一些大一點點的貨台 多一點點的載重 其實都是他們選擇 這台Carry主要的原因之一 還有另外一點就是 在造型上喔 它也是同級車裡面 相當難得的 純日系風格的車種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圓潤的外型喔 選擇它的車主都覺得說 相當的有質感 相當的可愛喔 那當然在造型裡頭 這個整個車艙的設計 它的空間非常的大 那同時安全配備也很齊全 兩氣囊的設計 所以呢也為我們行車呢 多增添一份保障喔 那這一些呢我想都是 車主相當肯定一點 那另外這台車 其實開起來相當的靈活 特別是呢它的迴轉半徑 只有4.4米 無論是迴轉 或者是在巷弄間穿梭 其實都讓車主覺得說 是相當的方便的喔 那另外三開式的貨床 距地高只有75公分 所以上下貨都相當的方便喔 那整台車的設計相當的簡單 可靠度呢相當的高 那經濟性呢也相當的強喔 所以這一些也都是車主 相當肯定的一點 那當然缺點的話 一定是有一些的喔 沒有車是十全十美的 也沒有車是完全沒有缺點的 但是呢選擇一部適合你自己的車 相信呢這部車就會是好車喔 以上的資訊呢就分享給各位喔 我是小七 我們就下次見 那當然都歡迎大家用底下留言呢 來跟我們車主 還有其他Carrier車主做雙向的交流 我們下次見 拜拜